今天我们来组装机械档和XOG冒王一响的联名款模型 机械光位Cube 先来打开包装 这个应该是他的使用说明书 看他这个保护罩像不像一个太空舱 下面有个按钮 是用来切换灯效的 这个是音响的本体 先不管他 这一盒应该是支架的零件了 零件的总类有很多 不过他们已经做好了分类 比如L开图的都是丝杆 M开图的都是螺母 话不多说我们这就开始吧 我第一次看到机械档的作品 还是在阿信的微博上 被中导之后去年冬天就拍了一期视频 组装了他的星座独角兽 同样是赛博彭热峰 今天的这款模型又加入了很多未来的科幻感 成品的效果很像一个星球着陆器 说明书挺详细的 正常来讲我只需要按部就班去组装就可以了 但是这零件也太小了 很容易就被忽略了 还要重新拆掉 好的 支架的整体完成的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是两个灯带 拧紧之后它会亮 把最后的几根管子也装上 好的 搞定了 支架结构的支撑还是比较稳的 把音响放上去 哇 太喜欢这个风格了 这就是机械美学的魅力吧 音响的中间是一个指尖陀螺 很像鱼肉飞长的涡轮散叶 再搭配两条发光灯带 使得音响的赛博氛围以及科技感更加浓厚了 我们用它来放首歌听听 咱就是说 这么小巧的音响 没想到声音居然这么大 而且音质很纯 左边的滚轴是用来控制音量的 拿着非常顺手 氛围灯要有三种模式可以切换 放在桌面上真的很好看 音响的体积小巧便携 如果出面旅行的话 带上它也挺方便的 机身都是金属材质 所以拿在手里还是有些分量的 作为送给男生的礼物也不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别忘了一键三流